阿奈如今看此珠变化相 世尊叫阿奈看大讲堂中种种的变化 什么样的变化 有八种变化 因为他前面已经讲了八种变化 我后面只要讲说怎么样环 你就知道前面叫哪八种变化 所以无经各还本所因处 就这种八种变化呢 世尊教授行者 你在潜在意识里面 你知道那八种变化 它从什么因中你才感受到如是的变化 于是在这个变化里念念思维 如何还到本所的因处来 因是什么 世间的种种观感那种变化 那都是起了一种种原想 种种作为 所以你认为的变化 其实都是必定世间的种种元气所因 所以那里面有什么 云和本因 阿奈此处变化 明还日轮 什么叫云和本因 就是你如何起着这种种轮转 种种变化 那个变化也是那个因中嘛 所以上次讲那个因你围着那个大 因为你围着那个感受的大 你至大你就随着那个感受 一直向下不断地唤起种种造作 那就叫做变化 所以将来你要如何跳出如是变化 心中以为世间感受的这么样深沉的变化 你先明白这个变化的感受 从何而起嘛 明还日轮 明一定是日轮而明的嘛 何以故无日不明 明因属日 事故还日 你觉得明是在哪里 因为日太阳能照 能照才觉得明 世间万物你觉得有明是用到世间众生 在种种见闻觉知当前 你觉得有明是因为太阳能照 有个大照照前你觉得明 所以你觉得这个明是因为能照 有个照性在前面 所以你觉得那个明要还日轮 那个明是从哪里来的 明还日轮 因为你只要站在众生的感受上面 你说的明都是因为它能照 所以你看到所照 这个能照所照 那所要还能 要明还日轮 所以他讲说无日不明 明因属日事故还日 暗还黑月 暗 你到了晚上的时候觉得很暗 要还黑月 黑月不见得是一定是月黑 但你看到月亮时 那种微光 微弱的光就让你感受到 种种旁边的种种暗像 你能体会那个暗像 所以暗还黑月 它能照黑叫黑月 不是没有月亮 照黑叫黑月 暗还黑月 通还互有 它在这个讲堂之中 你觉得通 看得出去 没有见性 没有被夹断 看得出去 那个通是还互有 你是在户窗户 窗友之中 你觉得有通 通还互有 拥还强语 你觉得看不出去 好像见到这边就没了 就出不去了 这种拥塞 塞住了 那你要还 因为强语 让你觉得有被塞的感觉 圆还分别 你在任何的感受之中 觉得有圆 有那个圆气的感觉 是因为你决心之中 有分别的种种作用 崛起之中 又分别 分别之中 才有那个元气的感受 因为绝能分别 所以分别当下就是圆 那圆 它其实就是分别所起 所以在圆中 你纵然说是随缘而起 但是因为 它能够让你觉得有缘 是因为你心性之中 它就有分别的作用 你才会有缘 既然是分别分别 它就一定能够起成 种种分别 所以才会感觉到 元气的盎然 元气的盎然 叫圆要还分别 完虚还空 你在觉得这个地方 的种种虚通 那个虚 为什么讲完虚 那这种虚通 都是众生在空中 所执着的 以为有为的意识 造作上面的 假想虚空 所以那叫做完 那还不是见到真空 但是你就会觉得 这个空间之中 有一个空间 有个空的感受 那要还空 完虚要还空 欲博还尘 你觉得这里面 有气氛之中 那种欲博 那种成分 欲博 就是成分 博者成业 欲博要还尘 那尘中的任何 急性动力 感觉 一切的种种 生动的感受中的变动 你都要还尘 清明还祭 清明 你觉得清明吗 为什么还祭 祭是类似这样 雨过天清 就是这里面清 跟属明是不同的 明是因为你随着它 觉得有照 所以你随着它 感觉有明 那你在这个有明之中 你说随着感受里面 不断地深入 清澈 那种清明 是因为雨过天清 什么叫雨过天清 就好像宇宙之中 没有半点障碍 那种清明 在你心胸的感受之中 没有半点 所有的一切障碍时 你好像就有那个清明像 所以清明要还祭 祭就是一个雨子旁 下面一个齐国的齐 下面一个齐 则诸世间一切所有 世间的一切所有 不出四类 都不出四种八类 就是世间所有 你都没有离开过 这八种分别 没有出这八类 你有这八类才会感觉 那种世间 不管是清明 玉伯 或者觉得 这个圆的分别 还是雍啊 还是通啊 都在这个上面 不出四类 如见八种 见经明信 当欲谁还 你看到这八种了 因为它每一个感受之中 必定你众生的感受 是抓在后面的所觉之中 所觉当前都一定有所还 众生习惯抓在所觉当前 但是你觉得有所当下 这个要还给谁 它要还谁 你从来都在所中啊 这个所中都有来处 都有阴性 它的本起阴 这个阴是阴 尘故你觉得 有种种扰乱 阴射故你觉得有用 一虚通故 你就觉得有空 你都是抓在这个阴中 你才会起身 种种世间感受 执受 但众生就麻痹 在这个世间执受 这个世间执受 事实上已经在最末少了 你从来都没有想到 能觉得世间执受的是谁 你要明白 能觉得世间执受的是谁 一切作用都还在 你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但你是永远住在心中 根本的亲民 本来的见经明信之中 明白一切的 跟你背离了见经明信 躲在执受之中 那都有什么 都有轮转处了 一念暧昧就起成轮转 所以他讲说 如见八种见经明信 当欲谁还 若还于明 假如说你在 就像那个明来做 这个批语 若还于明 然后你在肇时 你说还于明 假如他可以还 你这个见经明信 是还于明 他是因明而有的 那不明时 则不明时 无负见暗 你怎么知道暗 假如这个决心 是因明而有 那就不应该见暗 但是众生的分别 是因明而有的 分别心性 是因明而有的 就像镜子照射时 色中的执间 是因色而有 色中的这个区块的执间 是因色而有 但是整体的 因色而有的执间 它就是镜子 本来能照射的执间 因为它能照射 所以正在射起之时 就仿佛好像一个 有一个因色而有的执间 你不知道这个 因色而有的执间 全体都是镜体 清明的执间 你不住在清明的执间 就跺在轮转之间 你就看到 所有大经之中 就是教授世子 你要熟悉 怎么样下手了 怎么样开始回头做官了 然后捏捏之间 就是要拔出 你过去众生的习气了 你再也不甘心 在从此 在一切起经动力里面 一切感受 现前之处 你就暗昧决体 你不暗昧决体 那一切法骗局 你暗昧决体 你就算抓到这个上面说 我感觉很深啊 感觉很深也叫愚痴 那当局者明 所以你都觉得 事情是真的吗 所以他讲说 则不明是无复见暗 虽明暗等种种差别 虽然明暗等 则同色种种差别 见无差别啊 那个见性是没有差别的 哪有差别 你见到明暗 那个见是见 没有差别 但你从这个见中 躲在后面的见 就是差别 但你最初 那个见是没有差别 那个见是从哪里来 那决心随缘 方明叫见 明子叫见 它就是大觉体 只用在感受上时 用在最初 你能够明了 觉了的 觉悟的觉 就觉照的觉 不是觉悟的觉 觉照的觉 觉照之时 觉了之时 仿佛是见 所以那个见有差别吗 见无差别 诸可还者 自然非如 诸可还者 它就本来就不是你的本妙真心 那只是随约元气而已 不辱还者 非如而神 不必辱还的 你在那么多还中 根本不必还 你说还时 它也不必被你还 它也从来不会被你还 没有东西被你还的 那个才是 你的本妙真心 你要注到这个真心时 你可以看尽一切事间 偏还之相 但是你那个时候叫大之 那这个心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为什么没有离开过你 你纵然跺在现前 一直以为跺在所觉上面 一直以为有所还 那能够让你觉得 有所还的是谁 那也不是现在 这一念有所还吧 那就是因为逆逆之间 行者不肯熟悉 如是的语言 如是的声音 声音语言上也都没有 所以不能启程思维 不能启程思维 所以逆逆之间 就受感受 甚至于声音 种种邪思维 邪见之中随它流转 什么叫邪见正见 决策在哪里 你背离的决体说见 就是邪见 你要是离开一切见 找一个正见 也是邪见 你不知道当下一切见 那个见中 是你站在根本 决体的见性之中 说的见 你纵然说一切见见 那个见见都不是邪见 就是熟悉 总有一天你熟悉 你会住在决体中来 你慢慢熟悉 为什么你能这样熟悉 一切诸佛 在一切经典中的文字 就告诉你 从来不失 什么叫从来不失 就是你现在在现用当前 你认不认它 它也没离开过你 没有它 怎么会起成那么多的分别 怎么会觉得那么多的分别 所以叫不失 不失那就是在你过去 虽然妄想失去 那是叫一时暧昧 那这个暧昧从哪里来的 所以叫做旺嘛 根本没有应有的 所以像眼若达多 没有找不到头一样 根本没有原因 因为要是有原因 真有原因 那你就旺 你就回不了真了 就是没有原因 没有原因 就是背离了决体 所以觉得是旺 也就是因为没有原因 叫无始无明 什么叫无始无明 决心现前处 它整个托起的就叫做旺 就像镜子照射时 整个镜面托起的 就是镜色的种种势力 那就是旺 所以能显旺的本来 整体显旺的是你的真性 所以你在旺上旺了真 那没有原因 但你说为什么真能显旺呢 本来就能显旺 本来就是旺 那如何在这个本来是旺之中 全体变真呢 在旺中旺这个当前 旺这个当中 你念念不离于真 全旺即真 在镜色之前 你念念不悲 不知的 念念不悲离近体 全色是镜 全色是镜是什么意思 不是全色是镜 以后就没有色 全色只镜固 一切于镜于色 这个名字才叫自在 才叫没有障碍 那这个名字自在 在叫什么呢 你能够明白这个名字自在 你才能担当一切世界感受 你才能担当一切世界迷向 名字自在是 这一念智慧叫无构称 无构称为摩羯 所以你看到都是世界感受 但是不是构然的称谓 那是一切镜名 所以叫镜名经 所以这一念心智在哪里 它虽限世间 用度都在世界感受 都在世界 名字都在感受 不受世间种种 假法 不受那种束缚 所以千万不要像现在 一天到晚说 为摩羯是在家人 谁跟你讲他在家人 他是讲心性中的法身大事 他那一念心的用度都在家 不必跟你力争 但是这一念用到的一切感受 现前处 你体会到一切名字 都是无构 什么叫无构 你说明 你不会多明 你说暗 不多暗 就像镜子现色时 照黑 它不多黑 照白 不多白 但照黑 不多黑 照白 不多白 他不知道黑白 能指为什么能说黑 能说白 无构 成 那一切名字如何 不然 根本不随他流转 叫静明 所以他才能够教授声闻 所以在信上 他能够 这个项目中 信上 他能够教授一切声闻 信文只知道真 还不知道无构 的心中的大用 所以不是教一些人 说在家人可以教声闻 他教你看到这些信德 那个法相庄严 世间的庄严 那是超越世间的无构 你才能够说声闻 因为声闻还有什么 声闻还有跳出世间的法治 跳出世间的法治 是什么意思 跳出世间 纵然你就算跳出来了 潜在意识 还有世间的法治 表示你根本没有亲近 所以那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那这样子告诉你 要不辱还者非辱而谁 则知辱心本妙明近 你慢慢这样子思维 就是给你这八环 你慢慢思维 你每天要在这样子思维时 在世间的气象气界之中 这样子思维 你慢慢就会能体会 你的本心本妙明近 你再觉得环处 你那局心都不是能环的 种种造作 不必你说能还不还 他也不被你还 因为能绝的还 实就是绝嘛 绝能够起成种种还 绝不被一切还而还嘛 这就是汉传佛教 为什么祖师讲的文字之中 这一些文字 过去人家听不出来 推敲不出来 因为为什么推敲不出来 那不是你不修心人 你是体会不了 这种文字的架构的 你是个觉醒者 你是个真正修心的人 你就会慢慢在这种文字 久而久之久 渐渐的熟悉 你渐渐能熟悉时 就打破心意识了 打破心意识 你虽然现在都在世间 但你不能够交出世间人 纵然没有成佛 也是圣贤 将来再能够现前 因为他不多过世间 他才能够坦荡 自在于世间 所以再生命 再一次现前时 一定是 只要所到之处 都是教化众生的圣贤 因为他到处都是道场 决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世间 就像镜子 绝对不会离开过 镜色 你站在镜子上 说他不离开镜色 但是镜色 全体都是镜体的光明世界 那叫圣贤世界 你要是镜体上 背离了镜体 到了镜色 你在说镜色的世界 那就是镜色 霍浊的世界 那叫娑婆 就是抉择在这里 那同样你将来 走开娑婆时 也没离开过色 所以将来告诉你 不要怕你来不来世间 这个世间假名 你躲在镜色 你受世间名字的诱惑 所以那叫染污 只要有名字 你都染污 刚刚讲到镜名了 世间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全体决心 知道的世间 世间都是绝 虽然名字叫世间 可你从来不会在这个心中 妄想分别 有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到毕竟处叫诸佛国土 在圣贤心中 那是一些圣贤道场 哪有道世间 你永远活在你心中的智慧里 你活的是什么世间 这才是将来你保认的 你能抓到你将来去到哪里 而且你抓到一番 我保证你今生闭上眼睛时 你自己都知道你要去哪里了 只有在众生的妄想过去追逐时 那种追逐叫做当局 当局者迷 迷失的众生行星 连生生死死 自己都不能自在 你要是心中 虽然还在世间 还没有往生 还是世间人 但是你已经在心中 已经明明了了 心中明了时是不多 只要 不要说不多感受 那只要在感受现前时 他已经不是像过去一样 这么样沉闷地抓着感受 他只要有一分的亲民 他不但能够知道 现前的生生死死 他也能够知道 别的生生死死的变化 那过去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他抓着嘛 怎么会知道呢 所以他就算你没大这大悟 你也知道此时彼生了 生到哪里去了 那自己的会命 自己不救 那想到将来往生的时候 别人帮你祝念 祝念来的都是烦恼烦夫 他自己帮你祝念 他都还不知道 他将来要去哪里了 你相信他帮你祝念以后 你就去西方 更何况现在帮忙祝念 虽然大家都发了好心 但毕竟已经末法时代了 发了好心 可是还有很多杂务 要在前判他 他帮我们祝念的时候 将来我会往生 他旁边有祝念 那旁边祝念的 还都是婆婆妈妈 这些老太太们 还想着马上要回家 我要回家煮饭 我还要回家煮饭 帮你祝念 那个阿弥陀佛 他还想得到 搞不好他还没有素食 还想 等一下 我炖个蹄膀 你想你去得了西方吗 这边念阿弥陀佛 那边想炖蹄膀 那是可怜相 所以今生 此生 这种之为不像今生度 更带何时度此生 今生来了 要知道决心都在 都在用 佛就告诉你 根本就在 你就不认 你认了 就是要向圣贤道 所以你择之辱心 本妙明尽 辱自明闷 上本受伦 你自己明闷 你丧失了本受这个轮回 可不可怜 你天天在用 你却上本受伦 你忘记本受伦 于生死中常被飘泥 这就是生死 什么是生死 你只要在感觉上 感受是生生灭灭的 生死 你都躲在感受的生生灭灭 抓着感受的生生灭灭 为自己安定 自己现在的生命 那你的生命 就属于生生死死 你只能感到生生死死的变化 但你不知道 这么多的生生死死 其实就是你的根本决体 决体为什么 你能够知道 它必定 恒然是决 因为它能够照进一切变化 差弱变化 它明了一切 差弱变化时 你更能肯定 它不变 那它要有变 你怎么能明了一些变化呢 所以更要你去担当 一些变化处 才能知道它不变 那不变是为什么的说 那些变化 那叫随缘 所以这里面又有转回 上次好像在讲 金刚精神的时候 讲到现代人狂 说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 是古人讲错的话 甚至于说是古人什么 这都不是 说古人讲这些话 都不是见性的人 不是开悟的人 这种狂妄 但是你知道吗 它讲的古人是谁吗 你们知道它讲的古人是谁吗 你们可以打开西北塔罩 打出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 你看看谁讲过 贤手大师 我能列举几个 法藏大师 贤手大师 有名的 颜寿禅师 偶艺大师 廉耻大师 所有的都没见性 那举下来太多了 还有很多祖师 然后他说真正见性 才是应该讲什么 表示他见性 那过去古德 从法藏大师 到有名颜寿禅师 那中间还跳了好多 古德 祖师 偶艺大师 廉耻大师 你也这样子 这样子傍生吗 傍祖吗 然后 祖师都不讲的话 都是叫没见性 那中国佛教都没有东西了 所以这些语言 你以为不重要 是很可怕的 你懂 那讲了今以后 就变得这么狂妄 祖师的东西 你永远要告诉自己 因为现在还有诸佛 菩萨善人的 种种善业依齿故 你能看到的语言 只要你真正发心 你看到语言 绝对没有杂烩的语言 留下来的没有杂烩 那什么人去 就是跟这些人 有相应的 都会去吸取 现在人的杂烩语言 不肯去阅读古人的东西 因为心中根本 不但不阅读 还亵渎 亵渎 很可怕 所以他讲说 事故如来 名可怜悯 你就在生死中 常被嫖泥 随个如来 就说你可怜悯 不但如来 说你怜悯 你自己的如来 本性 你也跺在怜悯处了 跺在那最贫瘠处了 感受之中 就是最贫瘠 所以这个敏字 还从一个名字 人民的名字 你就随着这个 万想万话流转 就叫做 真可怜悯 所以讲到 引八环 就让你变贱 去体会这个贱基民性 让你变贱的目的 就是在那上面 不断的思维 你慢慢是熟悉 如何归家 你但要在一切感受 你没有离开这些 能还 所还当前 但是在一切 这个能还当前 所还当下 你都已经体会到 有一念 见经民性 非如 能还 不必如还 你已经为自己种下将来 必定的金刚种子了 你已经破掉金山的 所有的一切 无始继练的暗仗 成恶 你已经打破了 你已经洗刷一点了 你已经开到一夕的光明 你已经能够生一点清风 那是直接下手的地方